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佳莹 这一间在台北内湖巷弄的水饺店 老板娘是前篮球国手 店内超过十种口味的饺子 全部都是她跟儿女一起研发 其中最受欢迎的大根鲜肉 能吃到白萝卜的甜味 还有香菜本身的清香 跟肉汁搭配起来 非常的清爽解腻 另外高丽菜鲜虾煎饺 不仅是外皮煎到了金黄酥脆 内馅同样也是用料满满 一口咬下可以吃到一整只的虾仁 Q嫩弹牙鲜甜爽口 水饺的话一开始水准备多一点 那水饺放下去之后要饺一饺 那等它再滚起来之后 计时六分钟 隐身在台北内湖巷弄里的饺店 老板娘成绝里 每天一早从馅料开始准备 那我觉得做吃的只要你好吃 客人自然有忠实的有固责 会对自家教子如此有信心 正是因为每一颗圆豹 都是在成绝里层层把关下诞生 平常我们自己炒菜也会用这种 这样炒菜而且特别下饭 然后呢我想说雪里红再加上这豆皮 平常大家是蛋白质补充得太少 植物性蛋白这样的也更好 而且其实吃饺子其实补充到蛋白质 对啊你看又有菜又有健肥 又有蛋白质都好 平常餐桌上常见的雪菜炒豆皮 要把它巧妙地跟水饺融合在一起 雪里红要先用水充去咸味 才能跟豆皮一块放入鸡苔切细 最后再拌到饺肉里 就放水饺是一个巧劲 手饰对了 然后让它边边能够粘得紧密 每一项手饰要一样 成绝里包饺子包了三十个年头 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出社会了 爸儿子跟二女儿都辞去原先工作 回到店里帮忙 只有在那个餐厅打过宫而已 你会不会觉得刚开始销 这个萝卜蛮难的 蛮难的对啊什么都很难啊 一开始不习惯都很难 还会销到说 大儿子潘炳春从料理小白 到现在能够熟练地 帮白萝卜削皮取头去尾 因为萝卜的苦味都是它的表皮 所以要确保皮要削干净 然后要削厚一点点 这样子才能吃到里面的甜味 然后因为它的头跟尾是最苦的 所以头跟尾我们都要去掉一大段 店内招牌大根鲜肉 除了保留白萝卜甜味 还搭配了香菜增添清香 而这个灵感是来自小吃摊萝卜汤 我妈妈就想到说去外面喝 去小吃店喝萝卜汤 然后老板都会撒香菜提味 然后我们就来就是把这个组合起来 包成水饺吃吃看 吃起来超级清爽 看似简单的水饺如何煮得Q弹 不把外皮给煮破 也是一门学问 第一次水滚起来以后 我们会关中小火 就计时六分钟 一般我们就开始关中小火 我就不理他了 打破我们以往水滚了 要再加水的印象 陈觉里强调过程中 不需再倒水进去 再加水我们加了一碗 那个水可能那个又不动了 那个温度又下降 那等于说你的水饺皮 套里泡太久 然后皮会泡烂掉 满满一盘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 外皮经营保留嚼劲 还没咬开就能看到翠绿的内线 从通透的饺子皮微微透出来 雪菜跟豆皮的搭配 咸香够味不会互相抢戏 白萝卜加上香菜 意外清卷爽口 那就会感觉像在喝萝卜汤 对 满消暑 然后不会很腻 雪菜它是有点像 芥末的那种味道 比较辛辣 但是不味道非常辣 微微的呛 所以喜欢吃芥末的 或是生鱼片的人应该会蛮喜欢的 49年次的陈爵丽 原名叫陈丽琴 有着179公分的高挑身材 她年轻时其实是一名篮球国寿 不过那时的她 恐怕从没想过自己会开一间水饺店吧 以前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记者也曾经访问我 她说 欸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说你 我打球你要做什么 神奇良母啊 没有想要什么事业也不会 陈爵丽长达12年的运动员生活 曾打过琼斯杯 亚洲杯 还曾效力日本三洋电击队 推移后她真的当了贤妻良母 就才发现步入婚姻其实并不容易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自己想 不是人生预设好的目标啦 前夫做生意失败 在陈爵里被拖累 背上了千万债务 当时孩子年纪还小 再多的苦她懂母母吞下 小孩子不懂嘛 反正 然后我们又不能让小孩子 在外面觉得担心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什么之类的 我们还是让她放弃念书 干小的钱赶快 生活费不够赶快寄过去 三个孩子也是近几年 才知道妈妈身上 背负着多大的压力 因为那时候是看见妈妈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很辛苦 然后刚好遇上疫情 那时候店里的订单突然爆增 很需要忍受 但他们从小就没离开过 就是会来帮 会帮忙 我说人怎么管会来帮忙 但是不会说成过自己的职业 陈爵里很庆幸 孩子们从小就贴心 愿意陪着妈妈包饺子送货 那时候我还自己送货 那时候没有宅配这种东西 我都自己开车去送货 然后拉着他们 来 这个亲子关系开始 他们就坐我车上 就一边聊天 一边送货 还蛮开心的 早期他们只卖冷冻水饺 由此神爵里提供煎饺 让客人试吃 结果竟大获好评 那时候后来吃 客人就说很好吃 那我可不可以买来当中餐 后来神爵里干脆 直接把用来提供试吃的煎饺 拿出来卖 就薄薄的一层就好 下面就会酥脆 你太厚了你也煎不熟 倒入面粉水之前 要先确定油搅拌均匀 才能确保饺子皮 能煎到金黄酥脆 饺子一面Q弹 另外一面酥香松脆 高丽菜 韭菜内馅用料诚意满满 鲜虾口味则是能咬到一整只虾仁 新鲜韩牙又多汁 那个鲜虾吃起来 我觉得蛮鲜甜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调味还不错 那个辣味的酱觉得蛮香 就是有一些虾米 然后但是蛮辣的 但觉得搭配在一起还不错 我觉得它的皮就是不太会破掉 不会烂烂的 就蛮有弹性 我觉得还不错 陈爵黎多年前靠着双手 在球场上冲锋献震 现在同样用双手跟儿子一起 在小小的饺子店打完战 包出来的一颗颗圆宝 全都是他努力打拼过来的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